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种是弘愿 弘就是弘广 弘一大是那个弘 所以黑板上也写着了 那么判断这药门与弘愿 是要引导一切众生 由药门而进入宏愿 所以引导药门进入宏愿 我们净土宗的祖师 所以在教理上能为成为我们传承的祖师 他都是对我们净土宗的教理 有着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有这种里程碑式的贡献 比如说龙树菩萨 他最早在异行品当中 而分叛一切佛法 有南行道与异行道 指明 依据阿弥陀佛本月称名 现身吉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失明异行道 所以这种教叛事 是后来有关净土法门 叛事的一个基础 那么接下来谭卵大师 就解释所以难所以异 是在于自立与他立 让我们非常明了 知道一行道之所以容易 在于衬托阿弥陀佛的本与愿力 所以劝导我们 应当衬服愿力往生西方 所以这是谭卵大师 他的贡献 那么道处大师 是系统性的叛名 大乘佛法了 有圣道门与净土门 那么指明了圣道门在末法时代 陆列根基 一个是去大圣遥远 一个是礼生 礼生解围 这样呢 圣道门不适应我们修行 而劝导大家呢 进入唯一可通路路的净土门 那么道处大师所指的净土门呢 他不是指我们 这个诸善万行回向 不议这个呢 对净土门的主制 所以在他圣经二门判当中 接下来就说呢 引用大经 故大经云 若有众生啊 纵令一生造恶 雷命忠实 十念相续 称我名号 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当中的第十八院 作为净土门的根本核心和唯一的通路 当然也是结合了观经下品 十念往生的人来解释说明的 我们昨天呢 有详细的说过了 可是呢 净土门的刑法不仅如此 因为啊 这个道处大师的分叛呢 可以讲是比较明朗了 但是还有的人呢 最主持分叛教法的目的是要抉择 哪种教法适合我们的根基 而为我们选择了修行的法门 那么有的人呢 会执着于自己的 这个原来修持的法门 难以一下子弃入弥陀的本院 专修念佛 那么这样呢 就是有一个台阶 好像这个台阶啊 太高了一点 一步跨不上来 然后到善导大师啊 就根据观经里边的教义啊 把我们净土门呢 分成两类 这样呢 就很容易上来 好像一个高的台坎 中间呢垫了一节 你垫一节呢 就容易上来了 那么其中第一个叫药门 药 药是重要的意思 这个药门呢 是指诸行 诸善万行 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比如说你原来西禅的 你记这个禅定 回向求生极乐 你原来是这个持戒的 那么基我持戒功德 回向求生极乐 原来我学教理的 那基我独送大乘 求生西方极乐 这种种的修行法门呢 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善导大师的教叛思想当中 就有一个安利 所以这个成为药门 那么这样有几个好处呢 它一个对于原来修学 各宗各派的人 有一个射受的门禁 那么你原来学什么 可以不改变你的方法 你就你 如果修行 我觉得戏禅难以开悟 我想往生 可是我还放不下 我这个禅修的这种方法 可以 你可以依此呢 就地回向求生极乐 这样顺便呢 就导入净土门 所以净土门 和净土以外的法门的 区别在哪里呢 净土门就是说 我愿意求生西方净土 在那个地方呢 成佛 不退转成佛来度众生 那么除此之外呢 愿意在辞土 在娑婆堪忍世界 我证悟 得阿罗汉果位 得无声法人果位 甚至呢 深深修行 发达菩提心 不求往生净土 这个称为呢 圣道门 那么 只要你 把你原来所修的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了 那统统入净土门了 入了净土门之后呢 再用方便引导他 那既然入了净土门呢 这里边还有忧烈 有忧有烈 有这个 稳当的镇定业的 千修千人去 万修万人去的 有那个不太稳当的 有一个呢 正投阿弥陀佛本愿立的 有那个和阿弥陀佛本愿呢 不相顺服的 这样再给他 他已经进入净土门之内 再给他呢 做一种 引导 劝话 慢慢根基成熟呢 他就可以进入 迷途的本愿 专修念佛 所以这个要门的施舍 他有对内和对外两种的殊胜意义 对外就净土门以外的修学各宗各派教法的 可以让他方便进入净土门 你原地修行回向求生就可以 那么对内呢 已经修行净土门 求生净土的 让你呢 更深一个台阶 直接的来专修念佛 得到往生镇定之业 所以这个是 善道大师教叛 伟大的贡献 我们如果大略了解这些啊 对我们本身的修持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往往啊 学净土门的人呢 互相之间呢 也在分辨不清 有的说嘛 要专修念佛 有的嘛 在总总说 到底是你的正确 我的正确呢 可以讲呢 两个都正确 都是净土门里面的刑法 不过呢 有方便 有真实 那么佛的真实在哪里呢 是在专称名号 那方便呢 也不费舍 就看他的根基 你这样呢 他都有安利 都有位置 都有方向 有引导 这样心里就明白了 比如说大家对照自己的 这个 求生净土 对照自己的刑法 就知道说 哎呀 那我现在还没到宏愿呢 我现在还是要门 那你就要往宏愿那方面去进步了 你不要执着这一点 说哎呀 只有念佛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啊 哪那么简单 你不这样就不可以啊 那这样呢 只是执着其一 而废舍了宏愿 这是错误的 或者说哎呀 那只能念佛 其他的修行都不是净土门 是圣道门的 肯定不行的 那样呢 也说的过头话 那个也是一种回向求生的方便 就这样哈 这个各有安利 各有位置 那么善道大师对药门和宏愿呢 主要有两段文 都在观经书当中 一段呢 是在观经书 我刚才讲过 悬义分 开宗明义 在续题门 悬义分呢 分成七门 大家对观经书呢 可能不太熟悉 那么七门呢 其中第一叫续题门 续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次续的续 就像我们 这个经文前面都有正性续嘛 这个续 题呢 就是题目的题 续题门呢 需要讲解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讲述这部观经 观经的源起是如何 那么观经的主题内容又是什么 这叫续题门 那么在这段文 在这个最前面呢 善导大师就分判出有药门与宏愿 那么第二段文呢 在观经书最后的结尾 散善意 解释了种种的教法 十三定观啊 散善三观啊 三福啊 九品啊 解释完之后 上堂课我们说到的 阿南来问 释迦佛说 此经云和明 云和明此经 此法之要云和受持 然后释迦牟尼佛回答 然后善导大师的做了解释 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解释 是说明呢 讲解这么多的法门 是要引导大家呢 进入专称迷途名号 第二段文呢 叫做耀宏费力 这个两个名词呢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段文叫做耀宏分判 就耀门呢 和宏愿 他给他分判 有这两门 耀宏分判 那么最后的门呢 叫耀宏费力 费力啊 也是这个学教的人呢 他一个基本的观念 费就是费舍 费舍方便 力呢 是建力 天台中也讲费力 什么叫费力呢 比如说他讲这个全时 微时是全 为了讲这个真实的教法呢 施舍全假的教 全假方便的教法 到最后呢 要费权力时 方便不能老在那里 方便的后来是要 是要放旁边的 然后呢 要把真实的教法呢 显露出来 这个叫费力 那么在我们 善大大师解释的 净土教法当中 就有耀宏 这两种 然后呢 最后呢 要突出宏愿 归到一真 真实的六字名号 那我先学习呢 这个耀宏分叛 这段文呢 相对来讲呢 大家陌生一点 所以我就 跟大家慢慢学 在观金书一开头啊 上大师就说了 说众生呢 大略的意思是说 这个真如法性 这呢 是我们众生的本性 本质具足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但是呢 我们自己并不能自然开悟 所以但以啊 够账复生 静体无有显照 虽然我们有清静的心体 本来具足一些功德 但是我们是罪业凡夫啊 罪账够生 我们罪业很重 这个够啊 这个够就是够染啊 烦恼啊 深重 这样呢 我们本来说具足光明显耀的 清静本体啊 不能显发出来 所以世尊呢 大被进入火宅之门 释迦牟尼佛啊 他从无顺 舍掉无顺清静庄严暴徒 释迦佛他的暴徒在无圣国土 然后呢 硬化在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叫进入火宅之门 哎呀 有这么多 这个造罪众生啊 在那里轮回啊 这是我 这个三界都是我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的孩子一样啊 他们在被三 三界的这个烦恼之火所逼迫 所烧煮 所以我来救度他们 而讲了种种的法门 讲了八万四千种种的法门 那么这八万四千种种的法门呢 都是教导我们 一心起行 你能够啊 按照如实的修行的话 都可以解脱 所以下面呢 就是说一心起于盛行 门于八万四千 见顿则各乘所宜 随言者则皆蒙泄脱 一心起于盛行 据说讲了这么多 不管天台啦 花言啦 四十教啦 什么这个各种教法 它有一个总的原则 叫一心起行 一什么心呢 以菩提心 起什么心呢 起菩萨行 不管是大乘空观啦 还有种种的福业啦 修福修至啦 都是从我们这个心而出发 那么如果你这个心 忘心用事 当然行不能成就 以菩提心愿 而起殊胜的菩提心 六度万恨 叫一心起于盛行 这都是盛道法门修行的 跟净土法门有区别的 总之都是如此 能于八万四千 这样的法门有多少呢 有八万四千 很多一些法门 都在这个之内 见顿则各乘所宜 这个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修六度万恨 这个大乘教法呢 有剑法 有顿法 剑呢顿呢 按照我们众生的根基 师尊跟你讲 只要符合你的根基 各乘所宜 符合我的根基了 这样就怎么样 随缘 就结盟 卸脱 随缘呢 不是我们讲的 随便 不是 缘是机缘 随缘就是说呢 随顺我们众生的根基 只要你相应了 随缘者 顺到你的根基的人 剑法也可以解脱 顿法也可以解脱 你都可以出三戒 正无声法人 然底下就是转折了 如果果然如此的话 不要讲净土门了 对不对 大家都讲圣道门 修行就好了吗 可是呢 底下就要说明净土门 存在的理由 然呢 众生 账重 但是众生呢 他的障碍 烦恼障啊 业障啊 罪障啊 种种障碍啊 很深重 取物之者难民 取啊 就是获得那个取 物呢 就是开物的物 取物就是开物 取物之者 这些法门 你都要开物 物后起修 不然的话没用 所以菩提心啊 菩提心啊 都要物后起修 但是呢 众生账重 取物之者难民 靠这些法门呢 要他开物 很难 难以明了心地 所以这个叫难行 虽可教义多门 凡或无有便难 虽然世尊呢 有无量智慧 他拿这个门不行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法门 来立以他 教义 教就是 佛教的教 义呢 是立的义 用教法来立以众生 用多种多样的教法 多门 八万四千法门 来立以众生 虽然可以世尊呢 大悲 变采无碍 讲说种种教法 来立以众生 但是呢 还是不能满他的本悦 不能满他出世本怀 还是不能把所有的 障众众生呢 就是业障深重的众生啊 都度脱完 所以底下说 凡或无有 便懒 凡就是凡夫 或呢 就是由无名 或障 啊 这个 这样的一个罪业凡夫 还不能够呢 便就是一个不漏的 懒就是把他拉来 啊 拉到好像 这个妈妈抱孩子 抱在怀中一样 那么释迦佛 虽然广开八万四千法门 也只是度了一部分 随顺他根基和基缘的 那个难以开悟的 啊 裂根 顿根 杖身重的 这八万四千法门 通通遗漏了 不能把他们通通的摄取过来 这样才有必要 要讲净土法门 所以下面就要说净土法门 他还开显出来 那么就知道呢 净土法门 是被圣道种种修行法门 所遗漏的根基 所以 英光大师也就讲了嘛 这如来啊 连免我们是 戒定会修不了 所以特别开始 这个净土一法 叫特别法门 如果你能够修得了戒定会 不要开净土法门了 你都有戒定会 都可以了生托死 八万四千法门 随便一门 你能修行 不管是剑法 是顿法 都可以呢 出离生死 那之所以要讲净土法门 是这些法门呢 我们都修不了 我们的根基 修不了的众生呢 才为他开净土法门 所以大家要明白 净土法门 是为那些八万四千法门 都修行 不能成就 取物至者难民 这样而开显的 那么这样开显 净土法门不开不行吗 不开不行 因为世尊来成佛啊 他是要 度托一切众生 如果只是少数部分 善根立志的人 仰仗八万四千圣道法门 解脱了 那么大多数人一路了 他心里边 大悲 不能得到 所以不能唱佛本怀啊 不能大唱佛的佛怀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呢 他要讲这个净土法门 但是讲净土法门 要有机缘 那么底下就讲机缘了 欲应 为提 至请 那于是遇到了 就释迦摩尼佛早就在等 等待你来提 所以叫欲 于是我在这里等着你 哎 遇到什么姻缘呢 为提起夫人 她来请求了 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简略的介绍了 关君的梗干 为提起夫人呢 被她儿子 她的这个儿子呢 要度王位 把她的丈夫 也就是老国王 关起来 要谋杀 又把她要杀她自己 然后又把她关起来 她感到很人生苦恼 世事无常 人情都没有意思 这样呢 她也跟释迦摩尼佛 哭诉 哀求 说我要求生净土 这叫欲应为提之起 那为提夫人说 我尽乐欲 往生安乐 唯愿如来 教我思雷 教我郑寿 不是为提起夫人说 我要往生净土吗 哎呀 这个释迦如来 你教我怎么观想 所以思雷郑寿呢 都是讲观佛的方便 都是讲观佛的 然 说婆化主 这个然字也很有味道 然就是一种转折 说释迦牟尼佛正好在等待 哎 你再提出来了 那八万四千法门 遗漏的众生呢 就可以解脱有希望了 所以接下来就说呢 然 说婆化主 说婆化主啊 就是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 因其请故 为提夫人这么一请啊 刚好了称我本怀 所以那时候世尊不孝了吗 而是世尊即便为孝 哎呀 好啊 我可以讲净土法门 杜拓一切众生了 因其请故呢 即广开净土之药门 哎 零次出来了 什么叫广开呢 这个开得很广泛 能够广设一切定善根基 散善根基 乃至造恶根基 就这样叫广开 然后呢 你能够普设一切 原来修行的教法 能够八万四千法门 射入之内 比较广开 那么同时呢 也是因为 唯提其夫人呢 他请的很狭窄 他就请官法 他没有请三福 也没有请其他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呢 他是佛智慧 所以他广开 广开净土之药门 那么这个 所讲的观经啊 对于引导 各行各样的众生 各类的众生 进入净土门 非常重要 所以叫做广开净土之药门 这是释迦牟 因唯提其夫人这么一起 就讲了这广观经 就叫广开净土之药门 下面呢 还有一句 安乐能人 安乐就是极乐世界 能人呢 能是那个能够的能 人就是我们这个 人道中心的人 安乐能人是哪一位呀 安乐能人是阿弥陀佛 安乐就是极乐世界啊 有阿弥陀佛 有观世心菩萨 有大师之菩萨 有亲近大海中菩萨 但是只有阿弥陀佛呢 叫做能人 就是所谓的一切呢 是阿弥陀佛 他的能力来成就的 观世心大师之 也是阿弥陀佛度取的 解答菩萨 极乐世界 种种的庄严 是阿弥陀佛 他的亲近功德 愿力所成就的 那么度化终身的能力 都来自于阿弥陀佛 一佛 观世心菩萨 也来救苦度众生 大师之菩萨呢 也来劝导我们回归极乐 那么他的能量 他的能力来源 来自于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叫做 安乐能人 安乐能人 显障别意之宏愿 安乐能人 显障 显就是显明的显 障就是说 原来的东西盖住了 把它掀开 叫做障 安乐能人是阿弥陀佛 把这个掀开 显明出来 彰显出来 显障 别意之宏愿 有一种特别的义礼 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这叫别意 他这个意思跟一般不一样 跟一般的教法有差别 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呢 说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 印光大师也是有传承的 他不能自己随便想 特别在哪里 就特别在别意之宏愿 宏愿 他的佛意 跟我们一般所想的不一样 他特别 叫别意之宏愿 宏愿就是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院 总体讲是四十八院 特别说明就是第十八院 所以这个叫别意之宏愿 那这两句话呢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 就说这部观经啊 他是站在一个总体佛法的立场 来写明观经的必要性 就释迦牟尼佛呢 连免我们五周恶事 三界火宅的凡夫啊 你虽然有静体 但是构杖夜深了 静体无有显照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啊 硬化此说伯戒 来教度教化我们 而广开那八万四千法门 度托我们 可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呢 得不到彻底的彰显 所以凡祸无由变懒 虽可教义多门呢 这个凡夫众生啊 祸祸障众生啊 不能通通度托 所以他就大悲 不能得到畅快 就遇到维提及夫人 那这一问 他就刚好呢 趁佛本怀 广宣教法 广开净土之药门 所以这部观经呢 他的主人翁 第一步 从第一步来讲 面上来说的是释迦牟尼佛 因维提及夫人的请求 来讲观经 但是他背后呢 还有一个依靠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部观经呢 可以讲有两尊佛在讲 释迦牟尼佛呢 在表面上讲 阿弥陀佛呢 在背后讲 就像安乐人人呢 显障 显障别以至宏愿 他不是在表面 他在背后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抵抗 到整个最 整个这部观经 到最后 同底脱落的时候 和盘脱出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义 跟阿弥陀佛的本愿 两合 结合在一块 所以这个观经的宗旨啊 是两个脉络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世尊 因维提及夫人讲啊 这么讲 使三定官 三父救命 然后这当中呢 就有阿弥陀佛的誓愿 在这里边 到最后 世尊就说 哎呀 我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 第十八愿念佛 所以两条线索呢 成为集合了 到一块了 二尊的意思啊 别无差别 但是在开弦的时候呢 又方便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讲 第十八愿 那不用讲观经 无量世经就可以了 直接讲四十八愿了嘛 因为还有的众生呢 他不能够顿入 就要方便的引导 所以这就看得出来 观经里边有两尊佛在讲 表面上明显的是世尊在讲 世尊讲的主要是 三福九品十三定官 这是观经的一层内容 更深一层的内容 就是阿弥陀佛在讲解 他讲解的是弥陀的宏愿 别异之宏愿 所以这个思想呢 只有善导大师 作为弥陀化身 他才解释出来 所有其他的善知识 法师解释的观经 没有解释到这一层 这就是善导大师 他超胜的地方 他凯定古经的地方 他人最标准的地方 那么安乐能人 就是阿弥陀佛 在观经里边 怎样表达他的这个宏愿呢 就在第七观 第七观呢 叫做花作观 因为大家不太了解 这一部观经 所以呢 显得陌生 第七观呢 是这样子的 所以维提琪夫人呢 就 这个 向世尊呢 请世 说啊 请世尊呢 为我讲说 出苦恼法 他不是苦恼吗 孩子啦 家庭啊 国家政权啊 苦恼吗 请世尊为我讲啊 出苦恼法 世尊就很高兴 说好 那么世尊这一点头呢 世尊就隐没了 当下呢 就无量受佛 助力空中 观世音 大师志 这二大菩萨呢 这个 在左右卫世 光明赤胜 不可俱见 光明显耀 这个时候 维提琪夫人 看见无量受佛 亲自显现 就呢 这个心中欢喜踊跃 低头礼佛 那么一礼拜下去呢 就震得无神法人 所以无神法人就说呢 决定不退转 往生成佛的 那么就是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释迦善导大师解释 阿弥陀佛助力空中 就是以身相来说法 放大光明 那么所谓的出苦恼法 就是阿弥陀佛本身 阿弥陀佛显现出来 这个就是解决众生 一切苦恼的 最素顺 唯妙的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阿弥陀佛显现一段时间 然后又隐退 世尊呢 再来讲华作观 再往下讲 讲讲讲第八观 到第九观的时候呢 真身观 观成了阿弥陀佛 六十万亿 那由他横河杀由寻 然后呢 放无量的光明 说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像里面 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好呢 又出八万四千光明 然后说呢 一亿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就是这个真身观观成之后 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社区那个称念弥陀名号的人 所以善大大师啊 在这里的解释都跟于众不同 解释的非常的巧妙 那么我们下面呢 也会有机会来学习 我们现在还是就 这个要门宏愿的主题 往下讲 那么刚才所解释的 就是说观经啊 他除了世尊 在表面 这个明显的一层 在讲说 十三定观 还有三福 背后呢 更深刻的层次里边 隐含着阿弥陀佛的超式悲悦 这两尊佛 在共同讲这一部经 有面上的 有里层的 而里层的里面呢 作为主职 作为根本的本职 释迦牟陀佛是 慢慢往那里引导 慢慢往那里引导 引到后来呢 合拍了 大家 要有这个概念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概念 有了再讲 其要门者 那么善大大师呢 底下有解释了 什么叫要门呢 即此观经定散 二门 是也 那么释迦牟尼佛讲 这部观经的要门呢 就是说就是这个观经的定散 二门 要门呢 分成两方面 定和散 那么什么叫做定呢 定就是禅定的定 什么叫做散呢 散就是散乱的散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 阿兹佛念佛心散乱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里讲到你了 定啊 即习律与灵心 什么叫定呢 息就是这个休息的息 律啊 就是我们思律的律 息律 把我们种种的妄想杂念 把它止息 叫息律 灵呢 就是灵固的灵 心啊 就是我们这个心 息律灵心 你妄想杂念止息了 心了就灵止了 灵定了 就好像这个寒潭止水 像一个深潭 水呀波澜不惊 灵定 这个就叫做息律灵心 这个叫定 叫定的法门 那么在观经里边呢 就是指十三定观的法门 十三定观 你不息律灵心 怎么能够得到三昧正寿呢 所以这个定哈 善导大师在这里不讲十三定观 他有他特别的含义 因为十三定观呢 是专门针对极乐世界而讲的 但是善导大师他体会到佛意呢 这个定的法门 不仅仅包括十三定观 还包含了 比如说一般的讲的禅观 或者是天台中的止观 所有一切的这个观想的法门 或者是这个唯实观 唯实中 或者是华言中的法界观 这种种的观法呢 这个要只要是要内心禅定的 要修观的 都在这个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善导大师啊 体会佛意 就把观君的十三定观 作为一个普通性 各宗各派 只要你修禅定观想 都属于观经里面的定本 什么叫散门呢 散即费恶 一修禅 散门门 叫散门门 散门门在观经里面 就是三福 三福不需要你打坐 灵定心神 你只要 比如持戒啦 孝顺父母啦 不可能说我孝顺父母 一定要打坐了 你打坐 妈妈喊你什么事 半天来不了 那么就是 散乱心当中 散心当中啊 罪恶修善 这个叫散善 回思二行 求愿往生也 那要门呢 就是修行定善法门 修行散善法门 然后回转 把这两个法门修行的功德呢 回向 回 就是回向的回 思就是指 就是这个 回思二行 就回转 回向 所修的 所修的 这两种 定闪和散善 这两种修行 求愿往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 要门 大家有没有 修要门呢 有没有 不好意思讲 没关系 以前有 有就有 我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读送大乘 我读送金刚经 法华经 心经 我送这个咒 那个咒 那么我这些呢 我回向求生极乐 这个就是定 就是要门当中的散善门 我在这里禅定止观 我回向求生极乐 这个是要门当中的定善门 那不管是定善散善 这个在要门当中 这个是释迦佛所讲的 要门呢 它归于世尊佛 释迦所讲 那么下面呢 善道大师又解释宏愿 不是两门吗 一个要门 第二个就是宏愿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大经就是无量寿经 所以善道大师解释观经啊 我们从这段门就看出来 它是站在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的立场上 来透达观经的教义 所以它说呢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为什么解释观经扯到大经呢 因为这个是根本 那说什么呢 一切善恶凡夫 得生者 莫不皆称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真上原也 这一段话 就是对宏愿的解释很重要 就是来解释呢 第十八愿 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如果以宏愿门来讲呢 不陷在定善 不陷在散善 定善凡夫也好 散善凡夫也好 也包括恶人 如果是药门的话 只有善人呢 因为定善要禅定 禅定修不了 你要散善 要费恶修善 那你造恶只是没有 没有办法解脱的 所以药门就有限制 就一定的障碍 就一定的不足 或者他还没通道 那么如果宏愿呢 说一切善恶凡夫 那么结论什么呢 得生者 你只要能够往生的话 者呢 是一个提醒词 这里讲得生 就是给一个肯定的名词 就是说能够往生 不光是善凡夫能往生 恶凡夫也能往生 不光是平时 这个 遇到佛法 开始造恶 平时遇到佛法 这样的恶凡夫能往生 就是一辈子造恶 没有遇到佛法 到临终才遇到佛法的恶凡夫 也能往生 所以讲呢 一切善恶凡夫 得生 那么这里的一切善恶凡夫 就是指观经里面讲的九品善恶 九品代表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凡夫之内 都可以往生 那缘理在哪里呢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真上缘 那么他们之所以都能够往生 统统没有一个 叫莫不 没有一个呢 不是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 作为真上缘 去往生净土 这样听起来 应该在我们心中 我们慢慢学了 就是有了一个概念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观经啊 由净土门 战朗大师 一句观经判为两门 一门是要门 是不是 另外一门呢 另外一门是红月 要门啊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对不对 宏愿呢 是阿弥陀佛的意愿 那么要门呢 是释迦佛表面上讲的 广开 没有隐瞒的 你怎么讲 我回答你 那么宏愿呢 是阿弥陀佛隐含着讲的 所以这部观经啊 如果不是善的大师 以弥陀化身的资格来解释 没有哪一个能解释到 这个能到这个位置 我还是讲一点故事 这个是善的大师啊 他在当时的时代呢 因为有人对观经啊 解释的不够透彻 所以善的大师啊 他自己呢 就在佛前 叫彪心结怨 自己啊 发一个愿望 说某啊 我某某人 经呢 欲出观经旋意 凯定古经 我这个愿望呢 如果趁诸佛的这个心愿呢 那么希望呢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和诸佛呢 你就加持我 给我证明 你看这个口气很大 要对于过去 和当时代 所有对于这个净土教能 错误的解释啊 要做一个标准 和决断 这当然不是小事啊 是个大事啊 所以呢 他请求诸佛啊 来证明 那么讲完这个话呢 三大大师啊 就每天念阿弥陀经 这个我没有看原文啊 我忘记了 大概是几遍 三遍 然后念阿弥陀佛 几万声 他当然念佛很简 这个 就是定功很深的了 那么当夜呢 就见了这个 极乐世界的种种景象 就看见这个 阿弥陀佛啊 极乐世界啊 金山放出这个光明 阿弥陀佛和这个诸大菩萨 谈谈围绕 这个宝树多么的高大 高大广显 然后连续每天呢 都是如此 他原来说呢 要一个星期之内 结果啊 不用一个星期 每天当晚都是如此 他就知道呢 我这个愿望呢 符合诸佛 这个心愿 得到诸佛的加持 所以我们自己 如果你想解释某一个 你也发发愿 不过我们肯定不行 我们呢 就是凡夫业障 那么这样之后呢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都有一个圣僧 圣僧啊 就是一个圣人 来指导 来讲说 说这部观经啊 应该这么写 这个悬疑分 哪里哪里哪里 应该几条 这几条 那几条 那么这位圣僧是谁呢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部观经呢 善尔大师 把他列出来 那么也可以讲是 弥陀之说 因为每天晚上来讲嘛 像这个 这个于奇 师弟论 像这个天晴菩萨 他的哥哥 吴卓菩萨 就每天晚上啊 到都算内院 听了弥勒菩萨 讲经 他就记录下来 叫于奇 师弟论 这就是呢 吴卓菩萨 听这个弥勒 亲自讲法 那么 善尔大师呢 每天晚上 阿弥陀佛来为他 讲解 你这么写 那么写 所以他记录完之后呢 这个就再也不见了 不来了 只要把他写完了 就不来了 那么整个观经呢 完毕之后 善尔大师呢 又发一个愿 说这个观经啊 如果符合诸佛的这个旨意 阿弥陀的本意 那么希望呢 再次得到瑞相和证明 那么发愿之后呢 还是念佛 还是跟前面一样 没有写之前 请诸佛来加持证明 而做完之后呢 再请诸佛给印证和肯定 当晚也是见到极乐世界 种种景象 诸佛阿弥陀佛 世尊摩尼佛 都放光来证明加持 所以这样呢 本来是准备一个星期 也是三天就止息了 那就就可以 所以善导大师啊 在这部观经书的最后结尾 他讲了这几句话 他说此意啊 以请正定记 正定记 我这部观经的要义啊 已经请十方诸佛 证明过了 定下来了 就一直完毕了 以请这个 此意 已经啊 正定定 欲写者 一如经法 如果有人呢 想抄写这部观经书啊 应该像抄写经典一样 应该像抄写 释迦牟尼佛 经口所讲的经文一模一样 所以说欲写者 一如经法 一字一句 不得加减 这部观经书 你要抄写 一个字 一个句 一个标点符号 你不能随便加 不能随便解 不能随便改变 所以这部经叫做正定书 是经过诸佛所证明 所确定 没有无误 毫无疑误的 所以我们大家讲了 善亚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 怎么还要阿弥陀佛 梦中 这个定中来跟他讲法呢 这个都是佛制了 报成佛 化成佛 这个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凡夫的智解 这个就是如此 所以这部观经书呢 善导大师的解释哈 他和一般对于 关经的解释是不一样 那么善导大师的 教法思想呢 能够彰显阿弥陀佛 别意宏愿 就有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 要依据 善导大师思想的 这个根据 那好 我把这段文 再读一遍 这叫耀宏 分叛文 我读一遍 以心起于盛行 门于八万四千 见顿则各称所宜 随缘者则结盟 谢托 这一段是指呢 八万四千通图法门 对众生的利益 然众生账重 许物之者难民 虽可教义多门 凡或无由便懒 这一段是指呢 还有业障深重的众生 安生到八万四千法门 修不来 所以他们难以开悟 不能够呢 八万四千法门 不能够把所有的众生 都度尽 那么暗示者呢 必须要讲净土法门 下面 运为题至请 我经乐欲往生安乐 为愿如来 教我思维 教我郑寿 这个就说明 观经的起教因缘 也是我们净土宗 净土法门 唱开的一个缘起 净土法门是为了 圣道法门修行不了 被遗漏的众生来讲的 下面 然 娑婆画主 刚好 这部经虽然为题请啊 但是呢 有两尊佛讲 不光是请的是 思维和正寿 但是呢 讲的就超过了这么多 虽然 娑婆画主 释迦牟尼佛 因其请故呢 就广开净土之要门 世尊广显要门 然后呢 安乐人人 阿弥陀如来呢 显当别义至宏愿 那么观经里边就有两种 要门与宏愿 就两尊佛 就两个法门 就两种呢 开选的方式 下面解释 其要门者 即此观经 定散二门事也 要门啊 就是观经讲的定善和散善 包括这两种行词 什么是定呢 定己 席律与灵心 止息我们思虑 灵定我们的心水 席律临心 什么是散呢 散迹 废恶与修善 回思二行 求愿往生 回转着定善行和散善行 求生净土 这个叫做呢 要门 所以如果大家念 南无阿弥陀佛 我念佛念佛 我想要让我心里面安静一点 我不要期望念 我要灵定心水 我要这样才能往生 你这个不再哄愿 你这个是要门里边的定善 你把念佛当作定善再修 说我念佛念佛 我这个 少做恶业 多行善事 这个呢 当然正确 但是呢 还没有理会到宏愿 没有理会到别异宏愿 你是把念佛呢 当作散善再修行 所以虽然在口称名号 其实呢 还是在要门当中 还是这个心态啊 还是定善 二门的要门 那么宏愿呢 宏愿不讲这些 不管你有没有定善的功夫 有没有散善的功德 言宏愿者 如大经说 无量寿经的宗旨 四十八元的根本 一切善恶凡夫 得胜者 得以往生 不是靠我们定善散善的力量 莫不皆称 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不是靠你定善力 不是靠你散善力 定善力和散善力都很小 很微弱 靠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真上源也 这个作为真上强源 得以往生净土 所以善导大师 根据观经的宗旨 把我们净土门之内 再细分为要门 与宏愿 那么这节课呢 几乎讲的都是教理 下午我们接着学习 好 大家请喝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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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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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